大家好,我是尤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现在在走亲戚串门吗? 看我们家,我们不是搬新家了吗? 今天迎来的第一波的亲戚是姑姑和奶奶,奶奶现在房间里休息。 本来呢,就是在韩国我们婆家这边过新年的时候呢,一般是先去这个奶奶或者是姑姑那边嘛。 然后我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她就说,今年呢,反正尤美搬新家了,房子也大了,咱不如去。 到这个晚辈,就是长辈到这个晚辈家来过年嘛,然后我说,哦,好的,没问题。 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刚从这个海南三亚回来,我们去三亚之前呢,把冰箱里的这个水果蔬菜呀,还有冷冻食品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吃完了。 所以呢,冰箱里真的是空的,没想到他们今年要来我们家嘛,所以呢,我赶紧跟我老公就去这个超市要买一些蔬菜呀,水果,大家知道吗? 过新年韩国这边呢,我们家门口的大超市关门,另外一个小超市,国有超市也关门,不得已呢,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开车,另外一个超市就买了现在这个桌子上的这些东西,我买了一些基本的蔬菜,我们打算今天呢,吃一下火锅,另外呢,又买了这个牛排,再煎一下这个酱牛排。 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过年,跟我姑姑和奶奶这边呢,就是这么安排的。 这逢年过节了,我发现物价已经飞涨了在韩国,刚才去了,好不容易开了开了一家商店,对吧?一家超市。 这些就是普通的蘑菇,金针菇,反正价格都已经上涨了。 不是上涨了,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超市就是贵。 是个精品店,对吧? 对,精品店。 我们就买了这些,还买了这个牛肉,就是牛肉卷,牛肉卷,然后卡文喜欢吃这种虾,然后就买了这种虾,还买了这个蘑菇,这个是豆芽,还买了大白菜,还有红,还有菠菜,对,就这些。 花了大概4万多韩币,就会将近300,300块钱,没办法。 这还点了,也差不多480块钱,对对对,反正今天就好好的吃点饭,对。 因为我们刚才去超市嘛,所以我婆婆在家里看孩子,就顺便把这些家里有的这些基本的菜,又重新的整理一下。 这样,这样的吃火锅,对。 这边我还以为是要吃火锅的,没想到是要做一个凉拌菜。 我 czy不过来可以用 ough车子和香料。 在那里有,里面有,大蒜,辣椒粉, 간醃,加一点酱油,加一点酱油,加一点醋。 加一点做酱,然后,然后,使用食醋,那边,据食醋,然后,然后,食醋。 然后,然后,再加糖。 我们家里面有汤 汤里面有汤 汤里面有汤 藍色的汤里面是汤 汤 汤 这么多汤 甜甜的 甜甜的 辣辣的 淌甜甜的 糖也跟着急着 知道没有 》 乃喉 吹漫 我們家平時就兩個人 所以沒有那麼多的鍋碗瓢粉 這是家裡現在有的這些鍋碗瓢粉 這些全部都拿出來了 這本來是個鍋 現在拿出來在拌菜呢 味道怎麼樣 挺好的 好吃 ok 好吃 甜甜的辣辣的酸酸的 就是咱家裡的大白菜 來一個涼拌白菜 春節呢 走親朋友家裡朋友來的特別多的時候呢 有點手忙腳亂 多虧了這個 泰國RHBBQ 多功能料理鍋 我們今天晚上呢先吃火鍋 現在呢已經在大火煮這個火鍋的底料這邊 然後呢我們一會兒 因為這是個多功能料理鍋 這邊呢是做湯啊 可以吃火鍋用的 另外呢 我們這裡還有 這是它配套的一體的這個烤盤 所以呢我們一會兒還要烤這個牛排吃 今天呢晚上的 我們這個團圓飯是打算這麼吃的 現在呢水已經燒開了 鍋底已經做好了 加點蔬菜和蘑菇 先把這個湯底再熬一下 我發現我從三亞回來 嘴裡一直想說中文 可是回來再跟他們一說韓語 然後我這發音就很奇怪了 我老公和哥哥現在在路上 他們倆一會兒就回來了 他們說爸爸的座位在哪兒 這邊呢是加了豆芽 我婆婆說放在豆芽 這樣就味道比較鮮美 我現在是感覺到了春節招待客人 那種忙活的感覺 真的 大家別以為我只在拍視頻 洗菜 摘菜切菜跟我婆婆兩個人忙的 做女主人真的好不容易呢 先等著剛才鍋已經開了 先煮一煮吧 嗯好 現在呢我們選擇這邊的鍋底的功能 大家看一下放大 大家看清楚 選的是火鍋的功能 這邊有火鍋 然後還可以定時 都挺好的 這是我們家現在的寶貝 我們現在搬新家了 我老公說 會招待其他的朋友一起來 到時候一起吃火鍋了 這個鍋底本來我老公說要放這個番茄鍋底 他很喜歡吃 但是 我媽你怎麼期待了 哦 對對對 等一等 等一等 不能現在放肉 等菜熟了再說 然後我婆婆說奶奶和姑姑可能吃不慣其他的鍋底 就簡單的做這樣的鍋底就好 最好沒問題 我老公和大哥來了 現在是給塔文下這個 蝦 他特別喜歡吃這種包著皮的蝦丸 塔文說快點上飯吧 餓壞了 先吃一下蔬菜 蔬菜吃完了 我們要吃肉了 這是第二茶了 現在我們就換成了矮一點的鍋 這個鍋是專門過來做燒烤的 就是烤的牛排 對吧 醬牛排已經調料調好了 直接烤就可以了 這邊就可以選擇 這邊是個烤盤的模式 這邊都是開放式廚房 嗯 嗯 嗯 剪刀 剪刀在這裡 在這裡 剪刀剪一下 哇 你這個番茄湯底我本來想用 但是媽媽擔心 姑姑和奶奶不喜歡嘛 吃不習慣 所以他們說以後再說吧 等我們自己請客之後 我們再用這個 這個鰭皮 鰭皮 먹고 싶어요 我又 먹고 싶어요 現在呢已經把火滅掉了 我們先吃更多一些 嗯 如果不飽的話 再吃 火鍋還剩了好多了 其實 台灣也在吃肉呢 吃完了 吃完了我們要走了 吃完了奶奶和姑姑就要走了 剛才做飯呢是兩個女人在準備 現在是男人洗碗了 加油老公 還沒吃完很多呢 可樂剩的這麼點 真的不容易 招待一下客人 現在累的腰疼 大部分還是我婆婆做的 因為 她擔心我站久了 肚子疼 好了再見了